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的 我要讨论一下 当前的这种形式 疫情 是吧 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 是逐步走向开放 原来的就是 封城封控 或是逐渐转移到精准防控 别的地方咱们不知道 就说我们这个 咱们集体咱地主咱也没说的 回头这视频发不出去 就麻烦了是吧 叫精准防控 它叫什么 你的健康 你是第一责任人 或说疫情防控 你是第一责任人 责任放到你这 而不是放在社区 不是放在国家 这种情况 你自身的免疫力 起到了很大的波动 对不对 一个是防护 这个咱们不说的 你包括咱们现在 有好多是无症状 是吧 有的是轻症 有的是症状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是你抵抗力 有个千差万别 肺 叫什么 肺乃焦藏 从中医上讲 肺乃焦藏 一伤不一御 就是肺啊 很焦气啊 容易伤 但是不容易好 古代 我传统讲的 在咱们视频课里边 我也说过 古代 力气大的人 叫肺强知识 它肺活量 咱们这一些传统的功法 比如说 乙晶晶啊 或这些 面加全书啊 它是通过什么 瓢身 瓢心 瓢息 锻炼什么 锻炼你的呼吸之力 让你的肺部 强大起来 肺强啊 肺强 肺活量大 就是自然而是强大的 也就是说 肺部的功能强大 是吧 新生代谢能力 就强 抵御病毒的能力 咱别说抵御病毒 抵御病毒 这话题太大 就是说 自身修复能力 也很强大 所以说 有了咱们传统的 健身 养生民主 是吧 对自身来说 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你看 很简单的 在方舱 大家叫方舱 练太拳 方舱练发的你 因为乙晶晶很难服 但是有十二徒呢 但乙晶晶 从国家那个 国家体育总局那一趟 十二徒那个 也可以 但是 不评论 关于这个评论咱就不评论了 所以说 当前 疫情防护 咱们中国传统的 养生健身工法 学习咱们养生健身工法 激活咱们内在的 免疫能力 加强咱们自身的修复能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乙晶晶 有很多同学 给我发了个截图 就说 你这个乙晶晶 但是老百姓的说法 站着说话不较等 卖得太低了 你还得涨价 我说谢谢 谢谢 大家 你说你这点钱 是吧 有买个药就好了 就是这一些的问题 咱们就不提了 怎么说呢 让大多数人 或者说 让我的会员朋友们 让那些相信我的人 能获得 强大的免疫力 是吧 或者说 获得身体健康 怎么自愈能力 这不说 这就是我 我管不上这么多 对吧 说是大家 怎么接你天下 我还在这个小屋里边 我怎么接你天下 我只能说 帮助一些 我能帮助的人 帮助一些 愿意相信的人 让他们 身体健康 幸福美满 幸福美满 他做不到 他只要身体健康 就行了 所以呢 不多说 这个小话题 实际上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说的很对啊 自己才是第一责任 你自己的健康 你只往国家 只往社区 只往街道 只往谁也不行 对吧 自己的健康 你才是第一责任 希望我的朋友们 加神锻炼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